郭台銘在講這件事情裡面 我相信他可能對很多軍事的東西 不是那麼了解 他可能還停留在他那個時代 服兵役的時代 那麼為什麼呢 因為很簡單 如果你要說軍艦 有些軍艦是事實 以前的楊智浩 一塊錢美金就賣給你了 那以前的卡車軍卡 一塊錢美金象徵性就賣給台灣了 然後包括一些美國服役 騎滿了以後呢 那麼轉賣給台灣的這些驅逐艦 現在的一些驅逐艦呢 他可能郭台銘停留在那個時代裡面 那麼事實上呢 包括飛彈 包括這個 現在我們的這個轟漏 相關的這個魚雷也好 那麼還有包括現在 馬上要賣給台灣的F-16V 我相信他們來攻擊多來繞幾圈 F-16V的整個軍售案 馬上就會批准 所以呢事實上 台灣現在跟美國在軍事上面的合作 越來越緊密 那麼越緊密的關係 還不是因為你阿共的關係 對不對 這一次每次他都來繞台 那我們要知道他為什麼這次繞台 代表了什麼不同的意義 那過去呢 他曾經在一段時間之內 突然間消聲匿跡 近前一個月來 幾個次在你亂 他在選舉前沒有來 你信不記得 去年底選舉前 他知道這個會對國民黨選情不好 他就沒有來 等到選舉過後半個月 他又來了 然後在3月31號的時候 有意無意的四架 殲-11兩架故意大轉彎 闖進去我們的這個所謂的海峽中線 海峽中線不是國際公認說 你一定不能歸來 但是過去大家都知道有個默契 這樣會造成彼此的緊張 所以呢 大家是有一個默契啊 而且故意過去曾經闖進來十海裡 但是呢 馬上就繞走 他這次跟你糾纏了十幾分鐘 你看沒多久這次來了 不管是這個 他們的戰鬥機 電戰機 然後包括他們的運輸機 轟炸機全部都來 來了以後呢 那麼上面配吊掛有飛彈 他們都叫做導彈等等 然後呢繞的 值得我們注意的為什麼呢 過去都是這個空巴士過來 這是空石師過來 不同單位過來 那不同單位過來 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呢 金甘丹 他現在本來以前都假定 美國可能為太平洋 為沖繩日本才回來嘛 萬一台海發生事情 你現在也有可能台灣的南部 從南部的南中國海 南海這個地方 也可能上來嘛 所以呢 事實上他在進行不同的 這個戰術演練啊 他說得難聽的 就是這邊也好 太平洋也好 北平也好 現在南部也好 他要混合編組來去訓練 這個就是他目標 目標當然是鎖定台灣 但是後面真正的目標是美國 那沒想到他此舉啊 他昨天這麼一繞 繞的結果美國馬上宣布 百幾億 你還記得嗎 之前說美國 因為要跟中國貿易協商 所以暫緩均術嘛 結果你這樣一繞的結果 你昨天又是AIT的酒會 你怎麼給他捕 捕下去了 美國馬上宣布 美國政府今天就賣你一百多億啦 你知道嗎 所以你再繞看看啊 你繼續繞的結果 我就是賣你繼續攻擊喔 大家也不要太這個 等於說啊 覺得好像長他人之心 滅自家威風 我們19架的空軍艦耳的飛機在上面 昨天早上我在台南 那7點不到 我們的台南機場的軍機飛 那一架一架的上去 你知道嗎 事實上不只國防部 所公佈了中午 因為昨天已經共機來了兩次啊 我們一大早就上去了 因為那個軍機的聲音非常非常的 跟一般的民航機不一樣 一聽就知道了 所以呢 你的飛彈準備好了沒有 你的飛機準備好了沒有 我們不挑釁 但是我們也不求戰 那我當然覺得 美國人是很有尷尬的 為什麼呢 說到美國 如果說到美國 美國是世界警察 美國也是最重視 人權跟新聞採訪自由的 不是嗎 那請問你為什麼從AIT 特別把幾乎都在做 韓國瑜新聞的寒天電視台 故意漏了他們發邀請函呢 為什麼 因為美國認為你們是不友善的 你知道嗎 美國認為你是不友善的 那你會說 這個是為了新聞自由的 幹什麼 那你先去跟對岸的中國講一下 蘋果日報 自由時報相關的這些 為什麼他們阻擾 我們台灣的新聞採訪自由呢 為什麼連WHO 包括聯合國 包括很多的那個 他們連採訪證 包括跟他們關係還不錯的媒體 都不發 只要你是台灣的 昨天是台灣關係法40週年的 沒有錯啊 紀念酒會是不是 對沒有錯啊 那為什麼 航天電視台沒有邀請 你要邀請韓才能進去 你根本 人家美國人沒有把邀請韓給你啊 那你要去問美國人為什麼 其他電視台都有邀 都有啊 然後到了以後才發現 沒有邀請韓進不去啊 那很有意思啊 美國人為什麼這樣做對不對 當然這個 美國人做人怎麼做的事情 怎麼這麼沒效 沒有錯 所以航天電視台要去抗議啊 你知道嗎 對不對 你要去跟他抗議沒有錯嘛 違反財反自由啊 不發那順便 順便跟中國抗議一下 那所以AIT在台灣搞得很清楚耶 所以AIT很聰明啊 對不對 美國人 美國人 但是我覺得你還是可以去跟他抗議啊 那抗議了 以後讓人家說明 為什麼嘛 好 好 好